耳闻泛音清流 眼观禅画妙境 体会格言义趣 验证生活授意 字字流露自信 句句智慧结晶 进入自我正觉 悟出人生真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人言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 如何修清净心的问题 试看 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的经题 其实 修行的原则都在经题上 清净平等绝 我们修的就是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的心 然而 我们处在这个分杂的社会环境中 身口意 不免会被陈牢构习所染污 因而造作种种罪业 那么 如何才能保持我们的心地 清净无染呢 清净心 对于我们修学净土法门 又有什么帮助呢 让我们带着疑问 开始今天的答疑解惑 如何修清净心 修清净心 最重要的 是看得破 放得下 你的心 你的心 为什么不清净 因为放不下 为什么放不下 看不破 金刚经后面的总结论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 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宇宙人生 是一场梦 梦是总欲 幻比喻空 虚空不是真的 梦中有虚空 醒了之后 梦中的虚空 也没有了 所以 虚空是幻 世界 像水泡一样脆弱 身体 身体如影 影 非真实 这就是梦幻泡影 如露 如电 比喻 现象持续时间的长短 早晨 露水存在片刻 比喻 现象的相续相 其真相 乃刹那生灭之波动 如闪电一样 若明了了这个道理 与事实真相 自然就会放下 佛教导我们 离一切虚妄相 心就清净 经上说得好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所有一切现象 我们可以受用 不能执着 心里有 就不清净 心不清净 不仅生活得不到美满 道也 也不能长就 而且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都不能长就 净土法门 是大家公认的 易行道 可以代业往生 如果 心里有牵挂 忧虑 就不能往生 也就没有办法 超越六道轮回 那么 在轮回里 绝对是 一事不如一事 一事 必一事苦 我们一定要觉悟 发心念佛求生净土 所谓 心净 则土 净 也就是一切牵挂 都要放下 放下之后 身心清净 智慧增长 放下 不是指放下工作 生活 而是指 观念转变 放下 妄想 分别 执着 我们只要懂得如何看破放下 问题 就解决了 人真正到没有牵挂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随时可以去 生死自在 愿意在这个世界 多住几年 也不碍事 人人只要懂得理论 方法 都能做得到 今天的问题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集 我们将讨论 如何判断临终人 是否网生西方的问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愿消散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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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